男子被推进急诊室 久后与朋友发生争执 头部流血 这时医护人员帮他做初步处置量血压 但男子将血压剂用力一扯跳下病床 一旁有人赶紧将人拉回来 没想到他情绪失控 对着值班台护理人员 笔手画脚大声叫嚣 一时见状立刻将人推开 让他活气瞬间爆发 过程中男子殴打医护人员 竟然还反过来大声吼叫 要求掉监视器 一旁有人怎么劝阻都没用 事后远警见状立刻将人上铐 扭送警局 原来这名19岁曾经男子 久后与朋友发生肢体冲突 到院前一度昏迷 他声称是护理人员 对他实施疼痛测试动手打他 但事后调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疼痛测试只用眼睛目测 怎么会痛 男打女算什么英雄好汉 两名医护人员分别手臂和嘴唇挫伤 男子久后大闹急诊室 医院暴力违反医疗法 被医伤害最嫌 医送法办 借彭正明 苗栗报道